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现在这事儿出的 应该讲出的稀了哗啦了 说实话是出的稀了哗啦 那川普跟习近平达成的协议 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那瞠目结舌 但他底下到底中间为什么 还是有原因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原因 川普在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间 只有八十分钟 然后后来川普在接受记者 我这是讲二十九号 二十九号的中午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 差不多吧 不到一点他们就结束了 那川普在二十八号 他们所谓的晚宴的时候 说跟习近平聊了很久 他人家习近平 川普自己讲 聊了很久 然后大家商量了一些事情 他说大部分事情 他们俩在那时候商量 那谁说的 那也就变成了 到现在习近平说什么不知道 而川普自己说 放声华为 有关放声的问题 讨论不一 但是他确实把华为的问题 带入到中美贸易谈判中 而中美贸易谈判本身 带回到他们曾经谈破裂的地方 也就是讲要回到结构性改革 跟这个制度性改革 和这个惩罚性关税的问题 而结构性改革 如果习近平答应完全按照这个做的话 共产党就无法生存 就不存在 当共产党不存在的时候 华为也就失去了人们现在说的 他的人们不应该接受他的安全威胁 对吧 共产党不存在了 人就应该是顺应着人的生活概念 去重新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高级动物 里面呢 中间转了个弯转在这了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 很多人不会接受他 不会接受他 那习近平挺耿的 不到一点钟会议结束 他原定的两点半 要跟巴西总统见面 巴西总统两点半去了 他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人 巴西总统一生气 他走吧 回家吧 因为散会了嘛 回家吧 那时候习近平已经都是飞机回家了 哎 你这邪门了吧 你有过这种事情献大眼 你跟人约好了 那朋友约好了 你也得抽他 什么意思你这个人 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打个电话 嘿 对不对 那你跟人巴西总统约的两点半 你忘了 你时间这么一推 你就知道 忘了 不可能吧 一定他跟川普之间的谈判 内在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已经触及到他的根本了 中国让 做了什么让步 做了什么承诺 没有 没有任何消息 他才出现这种 不可理喻 大师礼节的事情 到现在 这口没解开 今天新闻都出来 但是呢 川普也挺耿 川普跑到朝鲜去 跑到这个韩国去 他在二十国峰会最后结束的时候 二十九号的下午 四五点钟 财新网的记者 替习近平 替王虎宁做事 要轰托习近平伟大 就问了 这个川普的问题 中美战 中美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两国关系 这都问题很大 跟金正恩 美朝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当时川普在回答问题 说美朝关系 说问他是不是有第三次朝美会 朝美这个峰会 川普说 那我当然欢迎朝美峰会了 如果他要见我 那就太好了 我一会儿开完会 我就去韩国 然后去韩国 我肯定要去这个 就是非军事区 就是朝鲜跟韩国之间的 这个无人地带 非军事区 我肯定去哪 跟他打人招呼 让金胖色过来 握个手 我们俩不错 握个手 打个招说say hello 我很高兴 川普的一句玩笑 这是玩笑 谁都 如果说你说他是认真的 那也行 你非说认真的没问题 一句玩笑 金正恩听见了 他打电话 爷们儿我过来见你 美国之音是这么爆 川普跟金正恩把门店会晤 开启半岛去核进程 哎 川普的一句玩笑 金正恩就冲上去了 你看金正恩给乐的 带着他的妹妹 两个人谈了50分钟 川普在这个三八线这头站着 那小皮鞋尖呢 站了一 就是踩了一点三八线 金正恩那小矮胖子从那头 就过来了 感觉上就是从平壤赶到三八线 平壤距离三八线大概150公里左右 北京到天津的距离 所以对他来讲不是问题 很容易 川普在后来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 明确说 是他讲完之后 他讲完那个笑话之后 金正恩立刻就知道了 知道之后就联系了文在寅 因为川普在推文中说 中间有一个他们两个人都熟悉的人 那就是文在寅 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三方会谈的场面 朝鲜 韩国 美国 而大家乐意 大家要记住 这是金正恩自己跑过去的 把川普的一句话当真的 那很显然他也了解川普的性格 我要给他当真呢 他就真跟我见面 而四个月前 2月28号 是川普自己抬屁股走的 丢脸的是他 从而曾经惩罚过他的妹妹 所以在后来的记者问他 说问川普 上次跟你见面那是指在河内 越南的河内 跟你见面那些人还在不在 川普回答说主要的人还在 那肯定是他 肯定是他 然后川普认为 他自己说 他说我不太确认 但我认为 应该不像网上说的 他把那些谈判的人都杀了 因为他丢面子了嘛 而丢面子的金正恩 自己找上门 再回找 再打他嘴巴的那个人 可是在二十国峰会前 习近平正经八百地 以国事访问的方式 那金正恩呢 以万国领袖的待遇去招待他 全是扯淡 万国领袖的招待 习近平拿去多少钱给了朝鲜 就不如根本抵抗不了 川普的一句玩笑 就是这事 故事就这么来的 在当时的对话就是 川普看着金正恩 小胖子走过来之后 川普说 哎我的朋友 你好吗 金正恩说 你好吗你好 然后就握手 握手 然后金正恩说了一句 半中间加了句英文 说很难想象在那儿 在这儿跟你握手 所以这都是不在计划中 他说很难想象在这儿跟你握手 所以川普站在韩国这一侧 金正恩呢 站在这个朝鲜那一侧 川普的第三句话就说 你介意不介意 我一步迈过去 金正恩说我不介意 你要迈过来就是历史的一步 那小胖子蛮有词的 川普就迈过去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是美国总统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 当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如果川普迈过这一步 到了朝鲜那边 他的所有的随从 不许跟着 那是非军事区 如果闯入非军事区 对方开枪的 但是我注意到呢 朝鲜那方的军人 拿枪的军人全都撤开了 所以安保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在当时 如果人家 金正恩学过什么八卦掌 学过什么少林寺 刮一把把这个 川普给摁了 抓走了 当人质了 我说 涛哥你看玩笑 他在安排的问题上 安全是首要问题 而川普跟着金正恩 一直走到他的 板门店的那个会谈 那个楼梯边上 然后折返过来 他已经走进去了 不开玩笑 这个事你要跟 跟稍微有正常头脑 人都知道 那双方是敌战国 没有签署和平协议 没有 两个人的 在两个国家 在理论上是战争状态 这就是川普做事的风格 川普做事的风格 所以那川普再走回来 金正恩陪着他走回来 站在三八线上 讲了一番话 讲了一番话 所以这是事情 当时发生的 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 韩国这一侧 应该是 他叫自由攻啊 说大概谈判了 45分钟到50分钟 有道理相信 当时是三方会谈 而不是两方会谈 有道理相信 文在寅应该在场 那文在寅不一定 说什么话 因为他是中间人类 他是前客类 但是这个前客就跟主人是一样 这是整个发生的故事 双方开启了有关核武器的什么 什么如何如何如何 我觉得那些都无所谓 关键的就是 这个过程中 中共国的角色 一种大衰败的概念 应该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